熱血夾雞 精彩好球 斯里蘭卡對日本那場比賽 前面斯里蘭卡先發投手 表現其實還算穩定 前面三局只讓日本隊拿了三分 但是第四局開始他退場之後 斯里蘭卡就整個一泄千里 球是跟得滿裡面的 想要去把它破壞掉 但是沒有砍到 這一顆是一個慢速的曲球 尤其手 踢雷 這其實可以不用喘 因為還蠻明顯的 應該是來不及 對 那能夠籃下來 其實就蠻不容易 這個球滾動的路徑是還蠻尷尬的 而且今天香港也是後攻 第三棒是尤其手 斯里蘭卡這邊的馬尼紗 三壘方向三壘手正面接先傳二壘 轉傳一壘傳高 正面來的球其實都還接得到 主要就是他們接到球之後的一些 進階的處理 接的部分感覺像各隊 看起來現在都有進步 對 二壘上現在是剛才 倒上二壘包的 馬尼紗 控球是還蠻精準的外角球 這球不打說不定 以這個U18的成績 還有可能撿好球 在第一局 最後斯里蘭卡留下殘壘 沒有得分 就像這一次沒有來參加 就是最後沒辦法出賽的巴基斯坦 他們也有很多 其實他們已經有六個選手來到台灣了 現在選手就是從美國 加拿大 日本都先飛過來 對 結果反而加巴基斯坦自己的 當地的 當地的飛不出來 而且是在開賽前戲才發生這個事情 這球打成那個中間方向的川約安打 他是把投手排在DH 所以投手如果退場之後 你DH還可以 他可以用DH的37繼續留下來 這球傳得有點高 但是有觸到 不過李養晴是一個 成功的一個犧牲觸擊 接下來輪到第三棒的吳廷毅打第一球 內野上方的小飛球投手 哇 跑到定位接殺出局 跑了 他捕手這球 看起來是沒有船 對 是沒有船 但是捕手不知道為什麼他跑離了本壘板 哎呀 出現了一個畜生球 跑著 打著這邊被 觸生球 保送上壘 那當然這一種 這種成績的比賽 通常 先發投手都是一個 哎呀 這是一些細膩度啦 頭補這邊 沒有配合好 補手也沒有接到 這個比較偏差的球 那當然這位主持人 他其實 在之前也有在U12執法 嗯 好 方靖熙 這個球打到了 哇 左愛手 差一點點美技 三壘上跑著回到本壘得分 而且打者本身呢 利用這個幸運的安打 來到了二壘 這個德州安打 感覺也有可能也有一點被陽光影響到 對 因為這個球真的很尷尬 基本功其實都還可以 但是就是在一些進階的 處理上面 會有一些 看誰表現的穩定 誰就有機會贏球 那感覺其實 香港跟斯里蘭卡 這兩隊的捕手 應該都是抓不太到 所謂的倒壘 這球是記錯球數還是怎麼樣 那所以 看起來 好像是三出局了 第一時間 打者還會都看了一下主審 那第一局 香港隊這邊攻下兩分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 是他們的一個 茶葉 茶葉大國 好 三壘方向 三壘手 反手沒有攔截到 這是一個 紀錄上來講 我想應該會是一支穿越安打 斯里蘭卡這場比賽 他們是沒有用DH 哎呀 差一點點 看起來這起跑的時機 沒有抓得很好 因為第一時間 他邊跑還邊回頭看 補手其實這球傳得不錯 對 傳得算很有 很有水準 這個球扎實 三壘方向穿越安打 斯里蘭卡現在也有攻勢 兩出局 一三壘有人 其實他會 比較不敢傳 對 傳得更有所估計 結果 投手正面的一個回馬槍 一個彈跳之後 投手接到回聲 傳向一壘 那結束這個半局 斯里蘭卡進攻 留下了兩個壘爆殘壘 希望不要影響到 這一場比賽的進行 這個變化球最後 讓打者揮棒落空 剛才被三陣的是 今天的捕手 賴雲鈺 好 這一棒打到了中右 中左半邊落地 哎呀 這個要變一隻長打了 而且會不會跑回來 來 野種翹現在要繞過三壘 哎呀 衝了 真的衝了 場內的全壘打 好 哇這個球真的是 一方面中外野手也稍微沒有注意 對 沒有處理得很到位 回傳又出了一點小瑕疵 對 回去隊友都會來個慶祝的抱抱 對 一壘手葉俊俏的一支場內全壘打 這球有一點不好處理 對斯里蘭凱來講 在界外區 哇但是一壘手最後一刻 把這個球給順利接殺 兩出局 中外野然後偏向左外野 就考驗中外野手的一個判斷 好投手自己下球接球 做了一個短拋 把第二輪的第一棒 劉漢洋給刺殺出局 不過這個半局呢 香港隊靠了一支場內全壘打 現在3比0 領先斯里蘭凱 加油 你再等下去可能 你就直接浪費掉你自己的攻擊的機會 對 哇這個球也是高球 哇但是扛成那個二壘方向 越過二壘手頭頂的平飛安打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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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漏掉 天字的失誤 到三壘都有可能 因為現在是右打者 哎呀 哎呀 但抓得到嗎 啊漏了 哇 哎呀 可惜啊 其實就知道對方有可能要跑 對 滿球速 好砍成三壘方向 三壘手黃詠生 來 忙中出錯 接的過程有一點想要抓本壘 對 影響到他最後的處理球 球還沒有接到就想傳了 中外野方向中右半邊的飛球 右外野手到定位 哇這個球接得不錯 對 其實跑了相當長的一段距離 對 而且判斷很精準 算是個比較瘦長型的一壘手 哇抓到 這是一個成功的盜壘主殺 在捕手這邊呢 幫投手一個大忙 雖然這個半局呢 香港隊的 內野防守出現了一些亂流 發生了兩次失誤 波斯里蘭卡最終是得到了一分 吳廷一他其實在 台灣這邊也是打 台北市的華興中學少棒 一路打到了強速中學 三壘方向 這是一個車步邊的二壘安打 打得相當的扎實 而且他們有些場地 他們其實沒有所謂這種 完全正規的棒球場 他們是跟足球場來共用 哇到三壘成功 上次打擊呢 今天擔任DH的張俊賢 是被促身球 送上壘包 不過這個時刻是遭到三陣 這是個很重要巨大的三陣 對 看起來應該是只有一個 觸身球 擾亂他一下 好 那現在第一個四壘球保送發生了 接下來打者第一個球也把棒子給端出來 一壘上的跑者已經上到二壘 已經兩人出局了 來了 杜白甲中間方向落地安打 現在四比一 這半局兩支安打中間夾了一個保送 香港隊很有效率的在把這個領先 分數擴大到原本的三分差 這球雖然只有104公里 但是有一個蠻快的一個下墜幅度 那這個半局香港隊的攻勢呢 是再增添一分 目前4比1頂先斯里蘭卡 一壘手倪漢現在來到打擊區 內角... 三壘方向 這球彈跳蠻靠近三壘手的身體 黃詠森沒有直接接到 有一點可惜 四局上半馬上出現一個上累者 做偷點 這球點得很好 點得很好 三壘手 黃詠森這個就處理得也夠水準 今天傳的最好的一球 對 有壓力的情況之下 對 這球應該可以幫他稍微找一點 找回一點防守上的一個自信 對 有點算是安全的 有點是偷襲的感覺 對 哎呀 補手沒有接到 結果 跑者這邊不死三陣上到一壘 哎呀 出手其實就開掉了 對 這就自己 沒有投進去了 其實這個半局呢 應該是要兩出局 但是因為剛才有個不死三陣 一出局滿壘 對 畢竟他們也是有 中職的球迷在裡面 對 哎呀 哇 連續兩個保送 那也許考慮要換投 因為牛棚是有投手的 而且我們說到這兩隊 其實實力上來講是 很接近 對 那大概會放掉就是前面 梁晨莉剛才面對那兩位打者 最後那個壞球 實在太明顯 這種球出棒 哎呀 三壘手 反手沒接到 All safe 最怕的就是這一種 對 而且這個半局其實已經做了 二壘跟三壘的防守對調 兩好球沒有壞球 補手看起來想要掉一個高球 直接站起來 哇 以二壘方向有機會嗎 有 做短拋 有幾手 好徒手接送應壘 哇 這是個很漂亮的雙殺手臂 最後在二壘和優吉 合理的一個完成之下呢 讓這個半局思理藍卡最後是只追得兩分回來 還是一分都獲給香港 好這個半局又輪到香港隊的進攻 一分對阿百獎現在看起來不大夠 打者這邊是他們今天打出場內全壘打的球員 再來一球 那跑者這時候呢 往二壘推進 打者是遭到三陣 有一點去掩護跑者 對 那是宜蘭卡的投手也 用球數也到六十 對 這個球打了 三壘手 防守 反手擋下來 傳一壘這邊慢了 二壘跑者先往 阿呀 哇 真的就是想要堵死宜蘭卡 防守出亂流 對 不然這個球 其實對香港隊來講 跑得有點冒險 三壘手看了一下二壘上跑者 二壘上跑者這時候 他有點要退回二壘 他傳出去的時候其實他還沒有跑 他的起跑的時機有點沒有抓好 現在二壘上跑者變成的是劉俊陽 但是已經是兩出局了 現在又跑三壘 補手傳 好 中外野方向 這個中外野方向飛球 哇呀 中外野手 對 已經屈前了 但是又更 又掉得更前面 棒球就是這樣子 有時候打得強也不見得有用 對 再跑 這球傳偏 一個 恰破比的二壘安打 對 他是香港隊陣中少數就是有完整三級棒球之力 這個球最後是揮棒落空 好像最後把這個 四局後半的投球工作給完成了 香港隊這半局靠小球戰術 好 瑪麗夏的打擊 哇 只要一高喔 所以蘭卡其實他們對這種高球 是比較難以忍住 但他們今天對高球 從第二局開始 對 有很好的一個攻擊效果 三顆球都投得滿漂亮的 這球最後讓球落地 傳二壘 哎呀 二壘因為是被迫進壘 對 所以球先到就好 第一時間跑者可能有一點 看到右外野手的一個 對 被騙到了 動作覺得好像右外手 對啊 哎呀 這時候在埋頭往前跑來不及了 現在現場的跑者他可能 他看起來會 跟我們看的角度會不一樣 是 好 又是一個小飛球落地 哎呀 差一點點 這個半局 跑雷 蠻驚險的 但也好加在這個球 就是後面有補位了 對 不然的話香港隊 就是第六次的失誤 八傳五的封殺 對 這個球打得不錯喔 打到了中左半邊 落地安打 現在要追到 只差一分了 哎 沒跑 沒跑 對 跑者停在三壘 那這個球中外一手 就處理的 滿到位的 好 Vhenga打擊 一出局滿壘 也打第一球 三壘方向 三壘手選擇 先傳本壘封殺 再傳一壘 哇 一壘這邊safe 不過這一次至少就是 有先把眼前要抓 第一個出局數拿到 對 其實他每個球幾乎都是 捕手要的位置 對 游擊方向 內野安打 而且傳球 又發生 哎呀 直接平了嘛 對 直接平手 內野安打 再加上游擊手的一個傳球失誤 對 斯里蘭卡現在氣勢如虹 不過這段時間 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投手 何之浪他的控球 大部分都是捕手 手套擺的位置 抓到 好 這個夾殺 來看香港有沒有機會完成 應該可以 對 好 跑者這邊是被夾殺出局了 結束了五局上半 但是斯里蘭卡這邊把比分追平了 雙方現在5比5 哎呀 觸身球 今天第二個觸身球 棒子擺出來做干擾 跑者這邊已經上到二壘 馬尼莎第一顆球投到了好球袋 不過他上一次是從兩塊球開始丟 這球也空得不錯 打到了右外野方向 要落在界內 界內的話 有得跑了 超前分要回來 對 擊球跑來源這邊 停在二壘壘包 哇 賴韻玉 雖然這個打擊 他力經的對方臨時做投手更換 而且這是外角球往外野推 這球推得很漂亮 反方向推出去 對 而且這個球 也沒有在剛才球術隊自己 偶然也做一些被動等待 對 那這時候又發生了一個爆頭 四塊球保送 球隊當然投手深度是相對有限 不過馬尼莎現在控球 有點恐怖喔 三顆球都投得很偏差 對啊 幾乎每一球都是往中間擺 但是 投手就是丟不進去 嗯 四塊球保送 連續兩位打者被保送 這個位置去揍攻擊 對 如果有發現的話 對 有發現了 這時候 這個飛球有點尷尬 有啦 接出來 一雷手最後還是在 兩位隊友的附近 把這個飛球給結殺出局 那香港隊這個半局呢 只有拿到一分 所以現在是一分 領先斯里蘭卡 如果以香港今天的守備 臨場的表現呢 外野接球 真的是比他們內野穩固多的 三個外野飛球 剛好從右外野 一路輪到左外野 三個外野手輪流 各接一球 寫下了一個漂亮的三上三下 滾地球打穿 做了一個pitch out 抓 哎唷 抓到 撲手抓到了 對 二壘審視已經做判決了 撲手剛才傳的這個位置 算是對野手補位來說 比較好來抓的 吳廷義打 右半邊的飛球 馬力俠今天在外角球的控制能力 比他 其他進來點來得更好 哎唷 又來了 說著說著 這是一個外角的變化球 讓打者被拉掉 當然對日本 跟對斯里蘭卡來講 這個強度是極然不同 打者 哎 要問一壘審嗎 看起來應該是出棒了 對應該是直接裁定出棒 哇其實這個球好像打者知道被騙到了 要收來不及 這球拉成了三游方向穿越 對這個剛好 游擊剛好守得比較靠二壘一點 結果就球就剛好從那個 縫隙中撞過去 好擠壓 來看這個方向不錯 二壘手沒攔截 一二壘有人 哇變數發生了 對 球好像長了眼睛啊 都往沒有人守的地方去鑽了 對 兩好兩壞 點亮的打擊 哎呀這個外角變化球 打者被三陣 香港隊開壘呢 還差一個出局數 不能太貪心了 哇這一顆 哎 扶手也接到再見三陣 哇 胡柏彤今天是幫香港隊守住了最後半局 很激動啊 哦香港隊 雖然這場比賽發生了六次失誤 但是要恭喜他們 在B組這邊他們也開壺了 要說多死地 說多死地 你可不可以 每次下位